通常父母在遺囑或者生前信托里面都会指定将来遗产 由子女平均分配成计 但是有部分的父母由于各种原因 是给不同的子女不同的遗产价值 例如顾及某一个子女生活较困难 或者某一个子女对父母特别照顾 就会将较多的遗产分给他 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令到父母对某个子女不满 就故意将那个子女在围组当中删除 或者是给其他子女较少的产业 虽然父母是有自由去决定 怎样分配将来的遗产 但是分配得不平均 可能会为后人带来争执 失了和气 甚至对博公堂 时不时都会有人去法院 为遗产分配提出诉讼 为了减少将来后人 为遗产分配争执 如果不采用平均分配的方式 就要特别谨慎这样去避免争执 遗足较容易是被争议 所以找律师定立生前信托 Living Trust是比较稳妥 有一些家庭甚至是将签署围络 或者生前信托的过程 用录像机录下来为证 并且纪录律师对分配条款的解释 此外在围络当中加上不可争议的条款 令到提出争议的子女 丧失继承权也是常用的策略 我是林修荣 下次再在理财分半钟见面